新一屆立法會選舉提名期展開 首日一共接獲39份提名表格 功能組別方面 新增的5個超級區議會議席 有12個人報名參選 建制及泛民各派3個重量級政治人馬 代表工聯會參選的陳婉嫻說 無依同其他黨派協調 今屆新增的超級區議會議席 差不多由全港選民投票選出 民意認受性高 被各黨視為兵家必爭之地 民建聯就派出副主席劉江華 和李慧琼出選這個議席 今次分拆兩張名單參選 劉江華承認有一定的風險 希望有新的支持者 又形容自己戰戰兢兢 我自己多數會在新界東和新界西 9個地區拉票 李慧琼集中在九龍和港島的9個區 我們的勝選最重要是我們的票員 能夠平均 如果能夠平均 我們兩席是會有機會 進入立法會 建聯支持 李慧琼就希望聯同工聯會 在全數5席裏取得3席 加上工聯會的陳婉嫻 我們建制派希望爭取3席 在5席裏爭取3席 其實工程或者大家都相信 事實是相當艱難的 昔日有票後之稱 一度退下火線的工聯會 榮譽會長陳婉嫻就表明 不會和任何政黨協調 沒有協調 絕沒有協調 兩個根本就不同一個 這樣的武態的組織 我們以勞工階層的利益 基層的利益 他們是一個跨階層 所以絕對沒有這方面的 灣仔區議員的白雲琴 就取得17個區議員提名 報名參選 他說充滿信心 這個超級區議員是預備 給幾個大政黨是分的 一個獨立人士 你看看我一個人來 就是擔槍匹馬了 那我又沒有旗翻又沒有什麼 而且這麼久我都未開始做任何事 至於民主黨的陶謹申 何俊仁和民協的馮檢基 亦都表明會參選 風凰衛視記者 陳小浩報導 至於地區直選方面 今日都有政黨和他們的 重量級人馬搶集報名 其中以新界西最踴躍 接獲9份名單 港島有6份 九龍東和新界東 各有3份參選名單 九龍西暫時只有2份名單 提名期到今個月31日截止 組織上教具規模的民建聯和工聯會 都選擇在不同的地方 聯合誓師 然後前往報名 民建聯在新界西會有3份名單 其中一張由主席譚耀宗領軍 他坦言這場仗很難打 相信這次參選的隊伍會比過去多 也有些隊伍跟我們的票員接近 工聯會的麥美娟和王國健 就分別出戰新界西和九龍東 但是不是出戰九龍西 工聯會還沒有決定 榮譽會長鄭耀堂說 不會被人勸退 我是敢說 至於自由黨的劉建儀名單 就報名參選港道區直選 更加找人模仿對手 新民黨葉劉淑儀 諷刺對方 葉太過去很多次 她很想入政府的班子 她連特首都想做 她敢不敢說不 說真話 做實事 支持葉劉淑儀 而同一日報名的葉劉淑儀 亦都說自己敢說不同的聲音 特區政府是我們全香港人的政府 但不會在行會拿的席位作為任何交換的條件 港島區還有空降的民主黨善仲佳 令到香港人感到自豪 令到香港人 我們香港的價值得以伸張 另外公民黨級票機余若薇就搭郭家琪報名參選新界西 而一向以九龍為基地的民協 亦都派主席廖成利空降新界西 爭取入局 鳳凰威斯記者潘振宇不斗 這次立法會選舉競爭將會很激烈 不少政黨都看準新增的十席 分拆更多的名單參選 加上不少現任議員都表明 不會競逐連任 預期新一屆立法會會有更多的新面孔出現 9月9日舉行的立法會選舉 議席會由現在的60席增加至70席 其中地區席選和功能組別都各增加5席 即是每邊都有35名議員 功能組別選舉新增的5席 全部來自新的超級區議會界別 由全港合資格的321萬名選民以單一選區選出 民主黨、民協、民建聯和工聯會都表明 會派出名單參選 至於地區席選方面 新增的5席 新界東會分到2席 港島、新界西、九龍東都各增加1席 而九龍西就會維持在5席 而競爭最激烈的預計將會是新界西選區 可能有破紀錄的17張名單參選 按往則計27000票 即是7%的選票就足夠拿到一席 加上多名現任立法會議員都表明不會再敬續連任 當中包括代表業界多年的功能組別議員 令很多一向風平浪靜的組別 今次都會出現競爭的局面 鳳凰衛士記者潘鎮宇不斗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